就這樣子 奧德修斯就這樣平安的順利通過了 並且還聽了一副海妖的主題歌曲 那麼呢 他能夠成功的回到家 順利的投下他神聖的一票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此時奧德修斯以為事情全部都過了 可以平安的度過了 沒想到這是災難的一個開始 這時他們遇到了斯瓦勒這個海妖 所形成的異世界空間 只要有一個不小心 你就會痛到他的肚子裡面 靠岸這是什麼東西啊?快點跑啊 可以在那裡丟垃圾嗎? 看起來像我們這樣 這就是你的神奇道好神奇 你們各位啊 我想到一個好方法了 就是靠岸繼續滑 一定可以有方法避開的 聽得好了 快用你們單身20年的臂力繼續滑 但是呢 危機並沒有解除 因為這個洞口養了青眼究極龍啊 一直叫阿爾哥 一直叫迪達 一直叫凱文 他們再過三個經驗值就會形成 毀滅時噴射雷射光了 這時奧德修斯必須要做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 如果他不走岸上的話 他就會被漩渦吸走 但是如果走岸上的話 就會被青眼究極龍攻擊 於是 奧德修斯決定走路上 犧牲掉他的夥伴呢 奧德修斯無能為力 只能見著眼睜瞻看著他的兄弟六個人 全部領便當拿 GOO 跟隊友 就這樣子六名英雄好漢就這樣壯力犧牲呢 究竟奧德修斯能夠平安的回到家 參加2020年投票大選嗎? 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